各位澳资产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今天的澳赛友到 我是高松玉 今天澳洲的财长是宣布将有条件的批准 中国猛牛集团对澳洲著名的有机应用品牌贝拉米的收购 那么这个在经过了两个月的审核之后 这个消息可以说现在是实锤 很有可能这个收购能够在12月份是比较顺利的完成 那么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下 这个事件现在对澳洲的中澳之间以及资本市场潜在的一些影响 那么以及呢我们可能对接下来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的走势 那么在今天呢 如同刚才所提到的澳洲的财长Josh Frydenberg呢 就是表示说 那么将会有条件的批准猛牛对贝拉米的收购 现在所讲的条件呢 有下面几个三个比较关键的 第一呢 要让贝拉米确保的自己的未来的董事 还是大部分呢是由澳洲的澳洲的公民所担任的 那么要求呢 总部 贝拉米的总部呢 将会继续维持在澳洲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而且将会投资不少于1200万澳元 那么在维多利亚州呢 是扩建或者是新建贝拉米的生产的基地 只要在这样的条件达成的情况下呢 在12月份进行一次股东的投票 就可以完成这次的收购了 那么由于贝拉米本身所收到的猛牛的要约的收购的价格呢 是高于市场价格将近是50%以上的 那么没有理由贝拉米现在的股东会反对这次的收购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12月份这个交易呢 就会进行完成 这个也的确让之前相对 我觉得我们作为资本的市场去看呢 还是一直有一个悬在那里的 一个这样悬在那里觉得不放心的一件事件呢 终于有可能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最终的确认 在今年9月份猛牛呢 是对贝拉米提出了15亿澳元100%的全资的收购 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 其实澳洲的金融市场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 由于呢之前考虑到有些中资在澳洲的乳制品企业 特别是在塔斯玛尼亚州的VDL的投资上呢 并不是非常的成功 因此呢来自于塔斯玛尼亚的联邦政府的议员啊 以及其他一些政府的议员呢 其实是对这个事情是有比较大的意见的 而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考虑到近期 在过去一段时间中资在澳洲的整体的投资的总量是有所下滑 其实资本市场对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进行100%的完成 是不存在非常大的信心的 但是随着呢在过去两周之前呢 中澳两国的领导人在曼谷呢 进行了协商之后呢 其实给出了非常正面的一些中澳之间进一步促进合作和商贸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相信这一次从澳洲政府的角度 那么批准了这样的收购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是向中方呢抛出了一个不错的未来合作的橄榄枝 那相信呢这个事件很有可能会在在极大的程度上来讲呢 促进现在中澳之间的进一步的商业和合作的关系 那么所以说在这个今天的消息公布之后呢 非常明确贝拉米的股票呢 还是继续出现了小幅度的涨涨 现在是维持在了差不多13澳元的这样的价格 基本上就是维持在了猛牛对贝拉米进行收购的这样一个价格 那么贝拉米这次收购之后呢 其实相信未来肯定会对这公司还是有不错的一些整个的发展动态的 在过去的18个月当中 这家公司的股票几乎是下跌了70% 特别是迟迟没有办法获取中国的对其产品的准入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呢 其实贝拉米一直的股票的走势是非常不理想的 相信随着猛牛的参与之后呢 对于贝拉米未来在整个中国市场的发展肯定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而最后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大的这个事件本身 就是这个所谓的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橄榄枝的这个可能性 其实最后呢我们还是想回到了关于这个事情本身 可能对中澳之间合作关系的一些影响上 其实就在上个月呢 然后澳洲的海外投资新闻委员会FRB呢 还批准了中钢集团以97亿的价格收购日本三菱在西澳的一些项目 那么其实从这种连续的两个月都有类似于这样的审批的结果出现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中澳两国之间的进一步的友善的和务实的合作都是能起到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最后呢想好您进行探讨的是您是否会看好在猛牛收购之后呢 贝拉米的企业能够有更好的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您是否会继续看好中澳之间在资本市场上的合作呢 欢迎您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会在未来呢继续给您关注这个事情的动态 那么最后呢想提醒您是在12月5号呢 我们澳财网将会在墨尔本举办一年一度的澳财投资峰会 接着我们会邀请十多位行业当中的大康呢 为大家来分析澳洲现在的整个的经济的走势 行业的走势以及投资机会 欢迎您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 然后报名参加我们的12月5号的墨尔本澳财峰会 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以诺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想要观看更多的澳财网视频节目 欢迎点击屏幕左边的播放列表 您也可以点击下方的按钮 订阅我们澳财网YouTube频道 获取最新的澳洲财经资讯和评论